我先問了1919 這個在check room裡面的問題 它是14元有貨的 問你可不可以keep 另外Jeeb也是問1919 12.8元有貨 它是否要斬呢 這些位置其實走和keep 走真的很尷尬 keep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帶前提就是你不要太重創 如果整個資金已經集中在板塊上 今年其實分散投資我們說的很重要 在駐馬或者部署策略 在資產配置上控制風險 現在這些是在限電 限鏟上面 一些叫封眼位的股份 短線的股額是在所難免 如果你說在1919的圖表上面 告訴你13元其實是一個指洩位 穿了就是整個8月份 9月份的華雄區間穿了 是會走得深一點 而下一個指洩位就下11元這些水平 所以現在在12.2元這些水平 上落1元左右 我們很老套地說的 股價不是升有跌的 上落1元也會有機會 你現在走去指洩 當然如果下到11元你會很開心 限發1元 但問題就是這些位置的指洩 如果彈上去 接近13元這些水平 是不是又要先追回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很尷尬 你13元不指洩 你就會面對著這些尷尬狀況 你如果說上次 為何是13元你拿來做指洩 或者可能你沒有聽到 我之前說的13元做指洩 問題就是圖表上面告訴你 這些指洩位 就不代表你走了完全不需要來 純粹就是說 當基本因素真的轉得很差 你看到整個航運板塊 真的有這麼明顯的改變 你才完全投也不回 現在航運股 我們剛剛說的 就不至於去到這個狀況 估值還是低 但是短線它是風暗 它自然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所以這一刻 我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下一次定一個指洩位 就是11元左右 你再穿了 你才離開 但是離開到時候 看回航運業 是不是運價要下跌很多很多 是不是有一個大卸狀況 如果沒有的 其實仍然是高級市場 仍然是以驚為主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看到什麼板塊 都是面對著這個問題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那個信心很疲弱 外資對於很多中資股沒有什麼信心 是 借勢沽得很厲害 是 所以你說穿11元 你純粹安全起見就一走 上回去再去買 短線來說 我覺得這些航運股瘦 你如果短炒的話 就真的沒有什麼運行 我可能用昨天的低位 來做一個止洩位 一穿就可能駁它 下回11元這些位 短線的策略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是做中線補儲 反正你的錢 你也是要投入股票市場上面 如果你說50元 50元 這個人都吃了 我覺得就不爭再捱上去 是 你覺得暫時都可以先維持 在昨天的低位 12元08元 如果穿了 那就暫時止了時 是不是這樣的補儲 如果你是輕住 去到11元這些位置 甚至可以試試交貨 是 但問題是如果再穿11元 那就走了 一旦交貨 你如果不對勁 你就走 可以維持回答案性 但突然間死渣難渣 很有信心 中線持有 今年說的所有事情 都是見步行步 不要突然改變的玩法 所以如果這一刻 例如十三個幾 或者近期有貨 我們都明白 昨天突然間 大家有時候反應真的沒有那麼快 你做不到短線反應那麼快 中線部署 你就只能夠 正如所說 從G碼上控制 希望你不要太過重創 是 如果個個案就是 你真的很重創 這個股份 可能佔你整個倉上面 整個30%以上 我想這些位置 你就真的要逼著 以分昨天的低位 來做指示 一吋就要減持 是 asta 小燈 糊 或者是 Eva 神 林 清 crashed